應該是眼前這片茶園才對 您知道 這裡都是茶園 你還有種茶嗎 有 我們現在看都是什麼茶 這是黑龍包種茶 黑龍包種茶 也是叫包種茶 平臨這邊有名叫包種茶 現在茶的價值比較好 是不錯 不要啦 今年收容 今年貨水水的收容也不好 對 今年魚太多了 大家要說蠻無地 米映年都收容幾乎一半而已 因為今年雨量也是有一點變異 到入秋了雨特別的多 對啊 但一般在北部還有東北季風 雨量會比較多 今天是連中南部秋冬 還是一直在下雨 而且下雨成災 所以氣候是有點異常 好 阿伯 你是在哪裡出席的 我這就是在這個 旅館這個地方 我們杜貂林這就是出席的 喔 刀到臉喔 對 我們以前 我們昨天就來到福建 福建姓 昨天也不來開台外 那來到台灣呢 來到台灣就是一些 麥莎 所以阿伯 祖先在平臨之前是住在台北市 現在木柵的地方 對 麥莎就是木柵 杜貂林搬過來 放在這上面櫃山 花蟹 花蟹補 就是說 比較缺水 木柵水 補了 在外面都掛木柵 掛木柵 收容很壞就對了 蟹就在 隔壁 種椅子 隔壁又種椅子 椅子就是 我們的路不開 牆人等到 爬爬 隔壁才會掉 木柵同時 椅子就是隔壁又種椅子 補了種椅子 那些椅子就是現在都做椅子 最早來這裡是種椅子 椅子種椅子就種椅子 椅子要棠這棵 如果不會太風 太痛苦 聽不懂 所以現在就是種椅子 對 現在種椅子 種椅子是比較害好 還會一大千塊 現在椅子是比較好 比較好椅子 林鄭啊 嘿 這條路這樣走得很白 走到這裡剛才有一條椅子 所以有開一些人 個人開一些殘 古早的 補殘的 這條就是 鑽爬 那競爭就是 最沒殘的沒補 鑽爬就走得平衡了 你說以前我們現在 咖大家 這以前是水鑽 水鑽 水在走的 對 水鑽就對了 水鑽 水鑽就那種殘 現在水鑽都看不到 那都打平衡了 打平衡了 喔 欸 林鄭說 我們剛剛走這條路啊 過去是一條水鑽的 那過那裡就有那個殘就對了 種椅子 對 種椅子 那現在都沒有人在殘 那沒有啊 那都放棄了啦 發青了 都發青了齁 那你小和少年時 都有看過這些殘嗎 那殘我都看過這些殘 那時候有的用10 沒有鑽魚 喔 用一個湯 用一個粉朵 煎下去 把 把 沸一沸 切成一顆 湯這樣 喔那如果 切成一顆 還要打出去 清清就打出 打出什麼面子 喔那你以前有 拍過嗎 有喔 那不 好用打喔 打多少 都 百幾公斤 百六公斤 都大 百幾公斤喔 嗯 百公斤 我這樣走出去喔 以前我們山頂要跟人家搶豬那邊 山頂都飼在豬 這樣就搶人家去買豬 就搶到豬爪味了 你說豬是用搶的 大豬是用搶的 豬是用搶的 那兩個人搶的 這樣喔 怎麼不要用砍出去的 這樣搶的啊 那有辦法 豬不就有幾個搶 你先搶好 搶出去了 沒有搶的 搶的搶去搶去 就是搶的 搶起來這樣 搶到豬爪 以前要搶豬去平林麥 以前在山上搶到豬爪 林鄭以前有做事 現在身體這麼健康 以前都做了 所以要多勞動 多運動 身體才會健康 很難想像 這片山區以前有稻田 路上有人挑豬 單桿菊 顯然有個自給自足的傳統聚落 在那種環境下成長 一個個都像是謊報年齡 林鄭阿伯都已經76歲了 要跟身體擁緊記迪好 種茶 種菜 什麼農活都能幹 只是村人大概都沒想到 路旁不起眼的小草也是個寶 老師你說這邊的秋海棠 是比較特殊是不是 對 因為台灣的秋海棠總共有18種 那在18種裡面呢 像這一顆是屬於平林的特有種 就在平林這個地區算台灣的特有種喔 對 而且是平林的特有種 也就是只有在平林這個地方才有這種秋海棠 一般到北部山去看到都是水鴨角秋海棠嘛 是 那這個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就叫做平林秋海棠 以平林來命名的秋海棠 對 那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全株都是毛茸茸的 包含葉子嗎 葉子 葉餅 真的耶 表面感覺一片毛茸茸的 摸起來很明顯耶 摸那個絨布又比絨布再粗一點點的感覺 平林的海拔呢是從210到320 這一個區域裡面呢 這一種的秋海棠 是它的一個盛行地帶 它現在也開花了耶 對 它的花期其實應該是過了 就是9月到10月它是盛花期 然後現在是12月 12月的時候就是它的結果期 現在看到這是果子嗎 對 這個是果子 這個是水漂性的種子 有點像船 對 船的那個舵感覺 龍骨 對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基本上是一種的 基本上像這種秋海棠 它都是屬於冰水性 所以下面有一條溪溝 那這個它釣到水邊的時候呢 跟船一樣 水裡面有波紋就會推動它 靠在岸邊 只要有土壤的地方 它新的生命又長出來了 所以它是一個屬於 非常潮濕環境裡面的一個指標植物 很特殊喔 它只有在開花的時候 它的這個茎才會抽出來 那其他時候呢 都是葡葡精 現在看到這是花 對 它這花的顏色 比較偏白喔 對 它是雌雄銅株 但是是雌雄液花 怎麼看呢 像這一個 後面這一個就是它的脂肪 這個花瓣掉了以後就變種子 平臨秋海棠中間那個花蕊 比較綠一點點 然後後面有一個比較膨大的脂肪 那老師那熊花呢 那熊花我們看這邊有一朵 那這一朵呢 非常的明顯 它是偏黃色的 那邊又比較偏黃 花蕊部分是偏黃色的 然後後面沒有脂肪 所以這一看就知道 熊花 石花明顯的一個區別 今天還滿幸運的喔 已經是花期的尾聲 那我們還是看到平臨秋海棠的花 而且今天這個山區喔 其實應該是很安靜的 可是我們可以聽到非常熱鬧啊 我們從遠遠都聽到那個媽祖在出巡了 可以聽到那個鞭炮聲 還有這個裸鼓喧天的聲音啊 我們都隱約收得到 都聽得到這個聲音 雖然我們一直在很遠的山區 還可以聽到這個迎媽祖的聲音 這表示非常非常的熱鬧 而且在這邊還可以看到 特有這種的植物 對啊 很難得喔 秋海棠很常見 但就算是平臨在地人 大概也很少人知道 有一種秋海棠是以平臨為名 尤其是林丁阿伯 他想不通 這種植物 為什麼值得蹲下來研究 就算以平臨為名 也不過就是路旁砸草罷了 就像這株台灣根捷藍 他從小看到大 山上有很多 美則美矣卻和生活無關 他也不曾像我們的鏡頭這樣 反反覆覆仔細打亮它 這段山路他走過千百回 越走越覺得東西多到看不完 台東蘇鐵是蘇鐵科蘇鐵鼠 台灣特有種植物 主要生長在台東紅葉村山區 清水及海岸山脈東側近太原的山地 排水良好的石塊地上和溪流兩岸 早年因為標本誤判 將生於中國廣東的蘇鐵 命名為台灣蘇鐵 並認為與台灣原產蘇鐵 是同一種 十幾年前